OK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四之三文化大革命 好那我要提醒大家 这是一段你读了会觉得非常荒诞不惊 但是又会让你感到十分沉重的历史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发生的时间点 他发生的时间点注意一下 是在1966到1976年这十年 这十年文革又被称为十年浩劫 不管他的过程有多么复杂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 他的本质其实很单纯 他的本质就是毛泽东 他要夺权所发动的政治事件 他要夺权 他要巩固他的领导地位所发起的一个政治运动 可是问题来了 你会跟我说老师就很奇怪 他已经是国家主席了 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了 他为什么还要夺权呢 这不是很问号的一件事吗 Why does he want to do this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 你去想一想 在我们讲到文革之前 其实我们教了中共在1950年代发生了什么政治事件 还有印象吧 说好的超音感美呢 说好的一天抵过20年呢 不只是啪没了 根本被你搞砸啦 什么大跃进啊 大大的失败 大大的灾难 数千万人的饥荒死亡 毛泽东你不用负责吗 你不用下台吗 你不用检讨吗 你觉得在把大跃进这个运动搞砸之后 难道毛泽东心中不害怕吗 他怕的很 他怕什么 我把这个运动搞得那么失败 代表我的话根本不能信 很多人检讨我啊 很多人不信任我啊 甚至是有一些人取而代之 开始推动一些新政策新路线 更受老百姓欢迎 这样下去我会不会慢慢的fade out 慢慢的从党内的核心被边缘化 我很担心我党内权力不保啊 当然我也很担心什么 我现在生前 当然还是开国元老革命的领袖 可是我死掉之后呢 会不会开始凑我啊 开始弄我啊 开始清算我的家人啊 所以我也要为了我死后来打算啊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他的本质真的就很简单 为了要夺回权力 我要做一件事 我最神 我最棒 我无敌 所以没有人可以挑战我 我要搞绝对的个人崇拜 那我搞绝对的个人崇拜 就是为了要打倒那些 谁能批评我 谁敢批评我 既然我这么优秀我这么伟大 谁敢批评我就弄死他 往死里打 我要搞疯狂的政治斗争 这为了夺回权力 强调我最神 搞个人崇拜 为了夺回权力 巩固权力 那些曾经质疑过我的人 在大跃进 看我笑话的人 通通一个个抓出来 打死他 好 所以我们来开始为大家介绍了 首先啦 四个伟大 毛泽东呢 就跟我们在台湾 以前讲讲中正的时候 不能直接讲讲中正 我们要称呼他一声 总统 讲公 中间要空一格 挪台 以示尊敬 所以你当然不能够称毛泽东为毛泽东 你要称他为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剁手 伟大的毛主席 不一样 好 再来我们要唱一些歌来 就是表达我们对他的崇拜之意 这是一个电影的一个场景 我们听听看前面几句就好了 让你感受一下当时的对毛主席的歌颂 天大地大不如党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好 你听到这两句就可以感受到 天大地大不党的恩情大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哇 合理吗 不太合理吧 但是在当时 他们真的认为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像神一般会发光 照耀整个中国大地的毛主席 是多么伟大 所以看这张海报 后面有很多群众拿什么书 这样也是 你觉得他们拿什么书 这本小红书 不是今天那个小红书APP 那个讨论区 这个小红书叫做毛主席余录 今天你也买得到啦 淘宝有 虾皮拍卖也有 那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更是人手一本 真的是人手一本啊 因为早上读 中午读 晚上再读一遍 把毛主席的话当成圣旨 当成金句在背诵啊 这是那个年代的事 所以你要知道 曾经有人说 毛语录应该是世界上 仅次于圣经第二畅销的世界畅销书吧 圣经Bible是最畅销的书籍 而毛语录为什么有资格成为第二畅销的书呢 因为光是在1967年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人手一本啊 他的印刷书达到了7亿本 那后来辗转翻译从各种语言 总共52种 哇据说到20世纪末期 就已经流通在世界各地有50亿册耶 真的是畅销作家 超级无敌畅销作家的等级哦 那这张是在纽约 在毛主席语录出版了50周年 曾经办过一个小展览哦 里面展示了各种不同的毛语录 不同版本不同封面的毛语录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图片 这应该是法国版这个红白蓝 但是不要忘记哦 搞这么多的个人崇拜 其实目的还是为了一件事 我要政治斗争 谁敢反对我呢 谁能够质疑神呢 所以他的口号呢 大家不要忘记 非常重要 什么人听了这些话会觉得很兴奋呢 青年人 学生 我们总是觉得这些长辈啊 老古板啊 守旧派啊 所以破四旧 我们喜欢标新立义 年轻人都喜欢这样子 而且年轻人总是觉得 唱反调啊 很有意思啊 对不对 所以革命无罪 造反有礼 这样的口号 很能够吸引年轻人 所以毛泽东就利用青年学生 作为他的打手 作为他的红卫兵 然后开始针对他的政敌 一个一个处理 谁反对毛主席 我们就要打倒谁 那为什么红卫兵会觉得 很想当红卫兵呢 呃 我们请来了这个人哦 他写了这本书 叫做从前从前有个红卫兵 这是他的类字传 他当时为什么 觉得当红卫兵 是件很棒的事呢 这么多人里面 毛主席是神 我能够被选中当神的护卫 哇 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很进步 很棒耶 那我们每天要干嘛 我每天也没有要干嘛 就是破四九 打倒旧思想 旧文化 旧风俗 做习惯 那为什么我会想去做这件事呢 因为当时红卫兵啊 坐火车啊 交通工具都不用钱 因为你是为了毛主席 为了伟大领袖而服务 所以不用钱 不用钱 然后去每个地方都还有免费的住宿可以招待 所以你不用上学上课耶 然后你反而可以到处坐免费的车 然后住免费的旅馆 然后你执行你的伟大任务 破四九 而且你希望最后你就可以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亲自的一睹神的风采 毛主席的风采哦 好 那他们做什么事呢 到底破四九历史心事干嘛 破四九就是要破除那些旧文化旧思想旧习惯 譬如这些东西 大家看到图片上是什么 这是歪头的神像 这个是被从庙的大殿拖出来门口 戴上高帽子的神像 上面写着捣毁旧世界 什么求神拜佛啊 什么烧香拜拜啊 迷信 通通拖出来 打倒破除 山东孔子的老家 曲夫的孔庙被砸毁 孔子的墓被铲平 而这件事的是 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 所组成的红卫兵卫队 师范大学一向最尊敬孔子 因为孔子是万事师表 是至胜先师 但是由北京师范大学 学生组成的红卫兵 把孔子的墓给捣毁给挖平 这真的是文化大革命 让人家觉得非常讽刺的一件事哦 那再来 不只是把这些传统这些迷信 他们认为全部都要消灭 他们还把人分不同的身份 有些人是黑五类 有些人是红五类 谁是黑五类呢 家里有钱的就活该 有钱就是原罪 然后如果你对毛主席之前做过的一些活动 譬如大跃进 譬如一些中共政权的本质 你有一些质疑 你就是反革命 你就是坏分子 那如果你家里穷 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很健康的 如果你曾经参加过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你是解放军 哇你地位更高的 或者是你是一路以来中共的革命干部 党国元老 你也是根正苗红啊没问题 那当时最让人家觉得麻烦的是 不只你个人要没问题 你祖宗十八代最好都很穷 最好都没问题 你只要你的阿公有一块地 你爸爸其实是一个富农 你真的就是会被标签黑五类 所以不只你的成分要干净 要够红 你祖宗十八代 哇都要开始去盘点啊 我们家有没有谁有土地的 哎呀危险啊完蛋了 在文化大革命 你只要是被归类为黑五类的 我觉得不只是肉体上的折磨 其实最悲惨的是精神上的虐待 你会被拖出来 在社区的中心 遭到大家的公开洗脸 你会被站在一个广堂的中心 挂上牌子或戴上高帽子 任由底下的人吐你口水 批斗你 打你砸你石头 疯狂的毁谤你 那你只能默默的低头承受 那最悲伤的是什么 即使你是这个人台上的这个人的至亲好友 你不能够沉默 你不能够视若无睹 因为如果你沉默 你会被认为你在包庇他们 你会被认为你跟他们是同路人 所以即使你不想批评他们 你也得发出怪神 你也得砸个石头 你也得吐个口水 向你的至亲好友 献上最狠心的攻击 那你想想看 在台上的这个人 他已经压力这么大了 如果底下的人是我本来的仇人 这样攻击我 这样怒骂我 可以承受 那如果底下的人是我的亲人 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我的枕边人 我这么信任你的人 你都在台下跟着大家一起怒骂我 攻击我 伤害我 你觉得那个心情如何 真的是天都黑了 你觉得你的世界整个都变色了 这个是当时文化大革命 最伤害人的地方 所以台下的人 义正言辞 一脸正气凛难 但台上的人 你可以看到 那个头都抬不起来 非常的羞愧 非常的害怕 从当时的画面 你甚至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的张力 依然历史的场景还在我们面前 所以这些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当中 我们用这个红卫兵的一个回忆来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就是他叫正路年 他当年曾经参与过文化大革命 他说为了达倒反动阶级 为了捍卫兵为了捍卫兵的领袖 为了捍卫兽之间可以反目 夫妻之间可以彼此揭发 朋友之间也可以告灭 我们人类最珍贵的情感都被拿去阶级斗争的祭坛上 被牺牲被扭曲以革命的名义 人的尊严在这时候可以被任意的践踏 所以人性彻底的明灭 这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最伤害人的地方 而这一切这一切只为了要打倒毛泽东的政治敌人 只为了要巩固毛泽东的政治权利 这些人你看他们的头衔 每一个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 都是革命的核心 国家的权力重要的一个大人物 但这些人你只要是毛泽东的阵地 在文化大革命毫不留情 统统都被打倒 统统被斗死 统统没有一个下场是好的 只因为你是毛泽东的阵地 这十年被称为是十年的浩劫 疯狂的十年 然后也是人性扭曲了十年 你可以想象吗 如果有一天我们台湾的学生 十年不用上课 十年不用上学 这十年他们全台湾到处趴趴走 然后把古迹砸毁 把教堂砸毁 庙语砸毁 然后把他们的老师 他们的长辈通通拖到社区的中心 活动中心 公干他们 辱骂他们 整整十年不上学 不读书 到处趴趴走 砸东西 骂人 批斗 这十年下来人性会变成什么模样啊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而这十年要等到毛泽东过世 过世 他的党羽 抱他大腿的人 四人帮被捕才真的结束 所以即使是中共 即使是中共 他们对于毛主席的历史定位 即便他依然认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 一既然为他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贡献给肯定 但是即使是中共在历史定位上 也不得不承认毛主席在文革当中是错了 而且是犯了严重的历史错误 OK 所以这段历史 我觉得是每次读来都让人家觉得非常感慨的 他感慨是过程当中人性的扭曲 我读很多文革的背景相关的小说 像 于华的活者 还有他的兄弟那本上集 哇 真的读了都会觉得心情非常的纠结 很郁闷 很难过 不过最后呢 我们还是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吧 我们来口号配对一下 在学中国近代史的时候有很多的政治运动都有运用口号来召唤人民的激情 所以我们讲到这边也来帮你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口号 帮你配对一下 来第一个很简单 外政主权内除国贼 你想到什么 民国八年 还我山东 废除21条 五四运动 第二个也很简单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是西安事变前夕的一个国内很多的呼声 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吧 第三个很熟悉 超英感每一天抵过20年 哇好浮夸哦 真的一天可以超过20年吗 大跃进 今天谈到的 破四旧 利私心 革命无罪 造反有利 都是文革时期很重要的政治口号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又在浮夸了 又在离谱了 大跃进 跟火箭增速度跟日月比高低 一样 这也很扯嘛 跟火箭增什么速度啊 对不对 人定胜天这种浮夸风 就是大跃进 吃饭不要钱 就是共产如意 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你想到人民公社 大跃进 再来一个 很少一切牛鬼蛇神 这些东西全部打倒 全部扫除干净 开始了 打倒他 政治斗争 文化大革命 谁反对毛主席就杀烂谁的狗头 一样 文化大革命 批斗 最后 毛主席的著作 一天不读问题多 两天不读走下坡 三天不读美法活 绝对的个人崇拜 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特征 所以搞清楚每个口号 他想要去召唤的热情 去分清楚他是哪一个历史事件 这在我们这一课的学习当中 是蛮重要的 以上是今天讲文革内容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有问题 再留言 再问我吧 以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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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